年轻不养生 老了养医生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南瓜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食物 但是你知道吗 南瓜可是全身都是宝呢 细数一下 功效可多了 一个朋友告诉我 他村里 有个九十多岁的老太太姓伟 那年腹胀如骨 大便不通 老太太先是瞒着儿孙 遭了几个月罪 最后实在熬不住 才告诉儿子 说自己怕事不行了 儿子儿媳赶紧送老人去医院检查 花了几千大元后 医生说肿块已经恶化 最多只能活半年了 也别住院了 带回家爱吃点啥吃点啥 准备后事吧 不想老太太回农村老家后 居然吃一种蔬菜 治好了自己的绝症 治好为老太太绝症的这种蔬菜 就是南瓜 农村普通又常见的瓜类蔬菜 现在距离医生给的半年期限 又过去了好几年 为老太太越活越精神 童颜鹤发 成了村里屈指可数的老寿星 为老太太这事 就成了乡村的爆炸新闻 说附近农村的老农民 都纷纷效仿老太太 把南瓜当成了日常必备的食材 南瓜中确实富含胡萝卜素 是很好的养子游击客星 国内外大量科研资料 同样证实了 从日常饮食中摄入足量的 贝塔胡萝卜素 可减少患上两种慢性疾病 及心脏病和癌症的危险 但是说南瓜是宝 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南瓜 一、吃南瓜的好处 一、可缓解、变密 南瓜中的多种维生素 和水溶性膳食纤维 能促进肠胃蠕动 帮助消化 而其所含有的果胶 也是很好的肠道润滑剂 可以保护胃肠道粘膜 修复溃疡 适合有慢性胃炎 为溃疡的患者 二、可预防感冒 南瓜多糖活性物质 和大量的维生素C 能够提高机体免疫力 帮助人体抵御 流行性病毒引发的感冒 三、护眼、护肤 南瓜中的胡萝卜素 可改善皮肤健康 抗衰防皱 贝塔胡萝卜素 在人体内 还可转化成 对视力健康有益的维生素A 四、助眠 老年人常吃南瓜 可以很好地帮助睡眠 因其富含四氨酸 负责帮助人体制造血清素 这种神经地质 有放松精神的作用 能缓解紧张感 同时还能改善心情 因而有助入眠 五、具有解毒作用 南瓜具有解毒的功效 南瓜内含有维生素和果胶 果胶有很好的吸附性 能粘结和消除体内细菌毒素 和其他有害物质 能起到解毒作用 对肝肾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二、南瓜籽也是宝 南瓜籽属于坚果的一种 可以取出来晒干直接生吃 或者炒香了吃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 每天吃大豆籽坚果类 25到35克 差不多就是单手拿一把南瓜籽的量 吃南瓜籽有这三大好处 一、降低坏胆固醇 南瓜籽中含有化学物质 植物滋醇 有助于降低坏胆固醇 进而降低患心脏病的风险 二、可改善睡眠 南瓜籽除了是坚果中的蛋白质冠军外 还富含维生素A、钙、铁、磷和蛋白质等营养素 而其含有的四氨酸 是血清素形成中必不可少的 血清素有助于退黑激素的产生 该激素有助于调节睡眠 改善睡眠质量 三、有效保护男性前列腺 研究发现前列腺内含心量减少 可诱发前列腺病变 南瓜籽负含心 对预防和改善男子前列腺急症 具有很好的药用功效 三、南瓜藤和南瓜花可别丢 一、清热去火 南瓜藤和南瓜花可作为实书食用 有清热解毒 消肿散愈的功效 煲汤清爽解腻 做饼香酥爽口 吃一口就会爱上它 二、酱汁减肥 南瓜藤含有丰富的纤维素 能清肠排毒 热量很低 是非常棒的减肥食品哦 血脂高的朋友 尝吃些南瓜藤 对酱汁减肥非常有效 南瓜这么厉害 有没有被它吓倒呢 但是南瓜 也有它的一些注意事项 四、吃南瓜的禁忌 南瓜的功效是非常高的 日常多吃南瓜 可是大便通畅 肌肤丰美 尤其对女性 有美容作用 不过吃南瓜有禁忌 选购南瓜时 相同体积的南瓜 已选重量较重 且外形完整 表面无黑点者 煮南瓜时 因外皮含有大量营养 不宜削皮 这样做还可以在南瓜煮的锅烂时 保持其口感 煮前如局部表皮有溃烂 或切开后有酒精味 则应先切掉再烹调 一、南瓜加羊肉 羊肉是冬季经常食用的美食 不仅滋味鲜美 而且具有很高的滋补价值 然而南瓜和羊肉 是不可以一起食用 二者都是热性之物 同时候亦引起负账 便秘等级 患感染性疾病和发热症状者 不宜食用 以防病情恶化 二、南瓜加醋 醋酸会破坏南瓜中的营养元素 降低营养价值 三、南瓜加菠菜 南瓜含丰富维生素C分解酶 会破坏菠菜中的维生素C 同时自身营养价值也会降低 四、南瓜加红薯 事实上红薯和南瓜是可以一起吃的 然而因二者都含有较多的淀粉 如果一起食用的话会出现胃胀 矮气等导致胃部不适 所以不建议同时 尤其是肠胃不好者 更不适合同时红薯和南瓜 其次 在食用该两种食物时 最好有其他食物一同食用 毕竟二者含有许多的淀粉 单食很容易噎着 使得胃胀富碗 乌乌南瓜加带鱼 带鱼属于深海美食 不仅味道鲜美 营养也非常丰富 但是却不宜和南瓜一起食用 南瓜中含有的某些成分 会与带鱼中蛋白质起反应 容易使人发生过敏反应 严重者甚至会出现腹痛 腹泻、头晕、昏厥等中毒现象 如果在食用后出现这些症状 可以通过喝牛奶和绿豆汤来缓解 若症状得不到改善 应及时就医 以免对身体造成更为严重的损害 六 南瓜加红枣 红枣富含维生素C 胃肝性温 多食益消化不良 而南瓜性温 二者同时 不仅维生素C被破坏 还会加重消化不良等症状 上述的这些食物和南瓜一样 都对身体有诸多好处 但如果放在一起吃 就有可能出现副作用 因此 生活中在食用南瓜时 要注意有无与其他食用相克 其次 即便是不存在相克一说 在食用时 也不可一次摄入过多 才能减少对肠胃的刺激 今天我要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